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介绍非收紧计算中的贝斯方法 首先我们来探讨关于贝斯保费的内容 贝斯保费是这样计算的,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定理 就是说我们有之前的数据 我们在这个椅子前面的数据的情况下 我们要估计下一年的这个索评量是多少 它会满足这样一个关系 其中我们这个X它是一个这样随机变量的向量 如果没有N年的数据 就是在知道这个历史数据的情况下 我们要估计下一年的数据是怎样的 它满足一个这样的关系是 为什么是这样的 我们来证明 它的意义就是说 在一致历史数据的情况下 下一年或者说未来 我们可以把这个Y看作是XN加1 它的期望满足 可以用这个数值来计算出来 那么它的证明就是这样证明的 我们知道这个条件期望 可以写成 可以写成这个编量 乘以它的条件概率 好 而这个条件概率 可以用我们前面 已经说明了的那种 那个公式 就是说 A在C的条件下 它的概率 等于 这个 A在B的条件下的概率 乘以 B在C的条件下的概率 然后 对所有的B 可能的 要么空间 加和 如果这里是连续面量的话 我们这里就用积分 我们之前那里讲的是那种 离散的 是连续的话就用几数号 离散的话就用 就用Sigma加和 然后就这一块 乘以D1 里面这一块 就是这个条件 条件密度 我们把它写成这种形式 其中 SETA 对SETA几分 SETA的样本空间所有可能的SETA取值积分 寄出来就等于这个条件密度 然后我们在 交换积分的次序 我们把Y放到里面来 把SETA放到外面来 就是先对Y积分 那么 这一个 它就可以 如果是对先对Y积分的话 这个密度 它就跟Y无关 我们可以把它拉出来 好 然后再把跟Y有关的 这个跟Y有关 这个Y 把这个跟Y有关的 都放到里面 这个应该是大写的Y 然后 对Y积分 再对SETA积分 好 我们看 这一个 对Y积分的话 这个是不是就是Y的 那个 你看这个 就是Y在SETA条件下的条件积分 条件期望 是吧 变量乘以条件密度 就等于条件期望 然后D SETA 是不是就是我们前面这个 但我们这里SETA还是用小写了 也就是说 它就 我们换一下次序 就是我们要的东西 就是说 这个 Y SETA 然后 这个条件密度 然后SETA X 对于D SETA积分 对不对 我们就证明了 这个条件期望 可以用这个公式来计算 其实这种方法 就是我们之前 在那个 后印干预问题里面 经常用的那种 一种技巧 就是用这个公式 所以说它讲是讲 这个是BASE方法 其实还是 一个 后印干预的问题 好 我们来看这个 这种方法 有什么应用呢 来看这个问题 好 这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我们已经知道 有一组宝丹 它发生事故的概率函数 是这么一个条件概率函数 如果在参数为Q的条件下 X可以发生零件事故 或者一件事故 或者两件事故 它的概率函数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先验概率 参数Q的先验概率 是这么一个 一个 一个概率函数 然后 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个 在第一年 跟在第二年 有 各有一次事故发生 我们要估计 第三年会发生多少事故 也就是我们要求 在 这个历史 销量数据一致的情况下 我们要求 下一年的 我们要估计它 下一年的这个期望 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好 那么如果我们有这个公司 这个问题就是很好做的 我们看这个 第五题 我们要求的就是 我们把这个可以直接写作Y 然后呢 这个 X等于 1 1 这么一个条件下 我们求它 求下一年的数据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记作X3 我们这里为了符号的统一 你还是用Y 好 那么就可以用这个 直接用这个公式 那么就有 1Y 在这个 在这个 这个问题中间 在我们这里 这个问题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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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然后这个X就成了1,第一年,这个就是历史的数据向量,然后对Q求积分,Q是属于0到1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好,我们再看这个具体的这几个函数要怎么写,像这个条件7万的话,因为我们知道它这里是一个bilomial distribution,那么在参数Q的情况下,Y就是一个bilomial distribution,那么它的7万就是2乘以Q,好,这个就容易写。 那么这个概率是多少呢?我们看,PQ,我们就直接把它记成1,1了,也就是说那个向量X是等于1,为了少写一些文字方便,就这样做。 然后它就会等于P11,然后乘以PQ,再除以这个P11。 我们再看,这个相当于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看成一个变量的话,这是一个变量,这是另外一个变量,那么这个就是joint distribution,就是一个边缘概率,那么就对joint distribution求积分。 就是我们之前常用的,然后对0到1求积分。 好,这个上面的话呢,就是可以写成这样,再乘以。 因为它们是条件独立的,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它们的成绩,然后再乘以PQ。 好。 这样的话就好求了,你看这个也可以写,就是把上面的搬下来,就相当于背级函数。 我们看,像这个条件概率函数,我们就直接可以用我们已经给出了条件概率函数,就是2乘以Q,然后乘以1-Q。 下一个就是一样的,那么就平方,这个呢就是排Q,排Q就是4Q的三次方,就是我们给出来了。 然后就是0到1,然后就是0到1,2倍的Q,1-Q的平方,4倍Q的三次方,DQ。 好,在这里,很多人容易犯一个错误,什么错误呢? 就是说他们容易把这个,这个P,它会写成P1,乘以P1。 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只有条件独立,而并没有说它是完全独立的。 它只能说是,在题目中间它只告诉我们,条件概率函数之间是没有联系的。 今天,这一天的条件概率函数,跟下一天的条件概率函数是一个条件概率函数,所以说它们是条件独立的,但并没有说在脱离这个条件的参数之下,它们是否独立。 而这个要成立,必须是说它们是完全独立的。 但是,从题目中间,我们并没有这样一个条件,并没有这么一个信息,所以说我们有的只有,在这个参数的条件下,它是一个条件独立的。 可以写成这个的平方,这个是没有的,所以说你如果把这个写成P1乘以P1,那么你就会对一个的这样的,也就是P1,在Q的条件下,然后乘以PQ积分,然后再求平方。 这样算出来是错的,也要注意,就是说,这样,这个不能写成,这个项量不能写成P1乘以P1,一个variable的,的概率函数的平方,而要写成,就是说条件独立,它们这些条件独立。 好,那么剩下的,就好做了,就是说把它积分求出来。 好,我们看,那么,看这个下面的话,上面就会等于,这个,16Q的平方,1-Q的平方,这里就是Q的五次方。 下面的话,下面的话就是,0-1,也是16,这个Q的五次方,然后1-Q的平方,DQ。 好,然后我们看这个,积分是等于多少。 好,我们就研究这个下面,0-1,然后的话,这个16都可以约掉, 那么就是Q的五次方减去,Q的七次方,DQ。 就等于Q的六次方除以六减去,Q的八次方除以八,然后从0-1。 那么就会有六分之一减去,那么就会等于二十四分之一。 对不起,我这里写错了。 它这个应该是平方,而不是说,是整个括号的平方,而不是说Q的平方。 所以说我们这个积分应该是从0到1,然后Q的五次方。 然后这个就是,1减去两倍Q,加上Q的平方,DQ。 那么就会有Q的六次方除以六,减去,嗯,2除以Q的七次方,除以七,除以七。 然后加上Q的八次方,除以八,然后从0到1。 这样的话就是等于六分之一,再减去,八分之七,再加上八分之一。 就会等于,嗯,那么就有二十四乘以七,那么就是四乘以七,减去。 二乘以二十四,加上六,加上三乘以七,这个就会等于一百六十八,那么就是二十八,四十九减四十八,就是一百六十八分之一。 好,那么我们带回来,这个就会等于一百六十八,乘以Q的五次方,然后一减Q的平方。 然后再带回去,把这个RQ跟这个带回去,剩下的就只是计算的问题了。 那么就是0到1,然后两倍的Q,乘以百六十八,然后Q的五次方,一减Q的平方。 DQ,这个积分计算出来等于,好,刚才这里应该是RQ乘以一百六十八,而不是说乘以一百六十八分之一。 因为我们这里双出来是一百六十八,而不是一百六十八分之一。 所以说,这个背景函数就是RQ乘以一百六十八乘以Q的五次方,再乘以一件Q括号的平方。 对Q从0到1几分,这个积出来就等于一点三三。 所以说,这个对第三年的Base估计,关于这个索赔数量的Base估计,就是1.33。 好,然后我们来讲这个LamperMetricBase Estimation,它的问题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有几个Police Holder,就是几个城堡人,它们的N7的逆时数据,我们知道这些数据,我们怎么来对Base估计中间的MuVa进行无凭估计,它就是要做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具体来说就是说,好,好, suppose that, suppose that, suppose that, MuVa进行无凭估计,这个就是第R一个Police Holder,它已有的过去的数据量。 对每一个I二点。 同时,我们定义这么IJ等于E,对每一个。 I更接而言。 也就是说,对这个城堡人I的话,它一个数据向量,结束过去的这个损失数据的向量。 I等于1到2。 好。 这是它过去的这个数据。 我们有R一个这样的城堡人。 对每一个城堡人,它有N个这样的数据。 过去的这个损失数据。 然后同样,它有这个MuV,也就是个条件防插条件期望,它都可以定义的。 Police Holder,对这个条件防插条件,相对于这个参数的这个条件防插条件。 Police Holder,它的这个Ct就是CtI,它的参数就是CtI。 那麼就有希望Sigma這個j等於1到kyj-y的平方 平直平方就會等於每一個的期望 再減去可以撐一二項的期望 這個這個就是期望就是y的期望 對我說這個就是y的方差 方差是不要除以N的 那個標準差才除以這個 啊不是那個 ifredention 我講錯了我講錯了 嗯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方差 歪結 我們說方差要不要除以N呢 是說那個樣本 樣本估計就是我們這裡有推導的 它的無憑估計是除以N-1 只不過這個求和這個就不是方差 要除以N-1才是那個方差的無憑估計 為什麼除以N-1以後不除以N 就是我們這裡要講的 減去k乘以y的均值 好就會等於k乘以第二平方減去k乘以第二平方除以k 嗯 因為我們前面講我們就把這個方差 它就定義成這個delta平方 好後面的方差也是一樣 嗯 因為這個均值的方差就是我們前面講的 這個均值的方差 均值的方差不是等於等於樣本的 不是等於任何一個樣本的方差啊 這個要是注意的還除以k 因為平均值之後它的波動量就減小了 它就會等於k-1乘以delta平方 所以我們要什麼呢 它的無憑估計 就是說這個方差的無憑估計 它要在這個的基礎上 在我們這個正講這個量的基礎上 還要除以k-1而不是除以k 才是這個方差 才是這個樣本的方差 才是這個樣本的方差 嗯 就這個式子 也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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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它的無憑估計 是這個東西 是這個東西 我們來寫一下啊 是這個方差 是這個方差 的方差 是這個方差 可以看去從來的方差 The variance of yj is sigma j等於1到k yj-y-k-e 這個才是yj的物品物品 而不是3k,3k-e 有了這麼一個結論,我們來考慮v Now we can see the v 不買模型中間的 也就是說,我們要估計 這個不買模型中間的v等於 它的定義式是variance xj data等於θ 我們要估計這麼一個東西 估計這個量 而我們已經前面對於這個 yj的證明,我們已經知道有這麼一回事 就是說 對每一個policyholder 它的方差的無品估計是這樣的 我們講的是除以k-1 所以我們這裡就成了n nij-xi 這個是ij 好 也就是說 這個 這個 is the unbiased estimation of variance of xij 對這個 i fix 如果 i 是 對某個i 就是對某一個policyholder而言 它的 所賠數據的無品估計 是這麼一個 那麼 也就是有 也就是說 所謂的無品估計就是說 這個估計量的7萬 它是等於這個估計量的 一直到我們這個最大有r個policyholder的數據 我們這裡從1開始吧 第一個policyholder到第二個policyholder 那麼我們要估計的 是這個v 也就是說這個v是這麼一個表達形式 就是 在所有數據的 對所有的數據 求它的virus 然後再求群子 因為我們這個 部門stroke 模型跟那個部門模型的區別 就是說 部門模型它是一個policyholder 而我們這裡 有許多個policyholder的數據 相當於他們組成的一個 有幾個現在 好 而我們已經知道這個裡面的這個方差 我們可以用這個來帶進去 因為我們已經講了vi是這個方差的無片估計 而這個期望 它會等於他們均值 所有的估計求均值 再求期望 有這麼一個等式的關係成立的 所以說 所以說 unbiased estimation of v 也就是說 它的估計 就會等於它 因為它這個估計量的期望 會等於v 所以說 這個估計量 就是它的無片估計 好 那麼這個估計量的均值 我們有二個這樣的估計量 有二個這樣的 Policyholder 求它的均值 就得到這個估計量 而對每一個Policyholder而言 我們已經講了 它的估計量是這個 那麼我們就有 代進來 就n 然後 j 等於1到n xi j 減去xi 平方 這就是我們的 方差的 這個v的估計 跟進一步我們把這個rn 它們都是常數可以把它提出來 這個就是最終的表達的形式 xi 接近去 xi 平方 好 然後 我們再來 看最後一個常數估計 也就是部門模型中間的a A A是什麼 A是怎麼定義的呢 它是這個 7萬的方差 就是說這個xi 的7萬 的方差 好 那麼我們要估計A的話 也就是說 我們先看 我們可以觀察到有這麼一個關係 對於 對於 一個policyholder而言 這個是它索配數據的期望 在這個傳出的條件下 這個是它索配數據的均值 在這個傳出條件下 這個期望會等於 X X X J 就相當於我們對這個I已經定的情況下 我把這個N提出來了 就是說這個均值 一般來說這個均值的期望 就是它們裡面的變量的期望加起來 然後再除 再除以N 好 這個是很常見的 那麼 它會等於 因為 對一個policyholder而言 它裡面的索配數據 是條件獨立 而且是同分布的 那麼就意味著這個條件期望 是相同的 那麼 就會有N個這樣的條件期望 也就是說N乘以 也就是說這個求和 就等於N乘以這個 任意一個條件期望 我們這裡用 J 用I 對用I 對每一個policyholder而言 它的參數是一定的 而不隨J來變化 然後除以N 然後除以N 也就是說它就會等於 AXIJ 而這個就是A 就是我們 全局的A 對所有policyholder的所有數據而言的A 這個只是同用的形式 好 這就是我們要估計的A 那麼 我們也有另外一個關係 我們也有另外一個關係 這個防潮 會等於 我們 用我們在 波門模型 那一章裡面 用到的公式 不知道大家還記得這個公式不 我們一開始就證明了這個公式 也就是說 我們的公式是這樣的 Variance Variance X會等於 Variance X Zeta 加上Variance 1 X Zeta 你用這個公式 我們就可以寫出上面這個關系 好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對不起剛才有個小錯誤 A不是等於這個 A是等於這個的方差 對吧 對 看我們這個上面的這個量定義的話 Zeta 好 也就是說這個量的方差會等於A 你看 我們 這個量是不是就是在這裡 然後對這個量去方差 是不是這一塊就是A 所以說他就會等於A 再加上 後面的這一塊我們先暫時寫著 好 我們來看 前面這個 這個均值的無片估計 我們之前 均值方差的估計 我們之前已經有了 好 看這一部分是什麼 我們看這一部分 也就是說 這個均值的 方差的期望 它是不是就是 你看 1分之1 對其中一個量的方差 我們對均值的均值的方差 我們有這麼一個關係 我們先不看這個 Expectation 我們只看方差的話 均值的方差是 1分之1乘以其中任何一個變量的方差 好 我們把這個1分之1提出來 你看這個就是 是不是就是我們上面的那個V V 方差的均值 所以說 它就是會等於V 除以A 也就是說 這個 這個 數據的均值的方差 會等於A 再加上 這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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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塊是V除以N 這裡是N V除以N 所以說我們有 A等於 數據均值的方差 減去V除以N V除以N 那麼 自然的A的無片估計 就是它的無片估計 減去V的無片估計 而這兩個量的無片估計 我們都已經有了 我們就帶進來就可以了 你看V的無片估計是這個 而這個 Variance均值方差的無片估計 我們早就已經 證明了 它會等於 R-1 我們這裡I是從0到1 0到 從1到R 所以 這個均值的無片估計 就是這麼一個量 然後呢 V的無片估計 我們直接帶進來就可以了 就是這一塊就是 V的無片估計 那麼 就會等於 R 然後你看R 乘以N 乘以N-1 然後 再把這裡 Copy下來就可以了 j等於1到N xi-x i 平方 這就是我們 所 要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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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塊 這個是N的A的無片估計 在這個 Nunparametric Base Estimation中間 然後呢 這個是V的無片估計 也就是這個公司 跟這個 好 我們來看 一個例子 我們就知道它是 這就沒回事了 V的無片估計 就是整體的均值 這個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等於x 但我們為了更明顯 我們這樣寫 就是rn分之1 sigma i等於1 到2 這個 這個我們開始就證明了 也就是所有數據 的均值 這個x就是Penis Holder y的均值 這個mu就是整體的均值 好 那麼顯然 mu是好計算的 mu的估計就會等於 所有的值加起來即可 那就是 這個730 加上 800 650 再加上700 加上650 750 除以8 那麼就會等於 695 而我們 再看 我們前面已經有了 這個v 是這麼多 如果我們寫成我們這裡的形式的話 我們看 我們這裡有兩個Penis Holder 那麼對我們這裡而言 v就會等於 r就會等於2 n呢 就會等於4 -1 n等於4 然後這裡n-1 那麼就有sigma i等於1 i是表示Penis Holder 就是兩個 然後呢j是表示年份 我們有4年 好 xij 再減去 每一個Penis Holder它的均值 而我們已經知道 第一個Penis Holder它的均值就是 它的4個數據相加求均值 這個 這個會等於720 第二個Penis Holder它的均值同樣的方法等於670 所以說 這個v 就會等於 好 這裡就是6分之1 裡面就是 對Penis Holder1而言 它的數據 它的數據 跟它的均值之間的平方 x的平方和 x的平方 然後就和 第二年Penis Holder1 然後第三年Penis Holder1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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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Penis Holder1 好 這樣我們就要對 i等於1 裡面所有的GA就循環完了 然後我們在i等於2 就是第二個Penis Holder它的 數據與它的 數據均值之間的 x的平方和 好 那麼就是655 再點去670 的平方加上 第二年Penis Holder2 第二年670 平方加上 它的第三年的數據 跟它的均值 再加上它的第四年的數據 跟它的均值之間的 x的平方 那麼這個值會等於 這麼一個數字 好我們再來看 A A 我用我們這裡的 這個東西 它實際上就是 R-1Sigma i等於1 在我們這裡 R就是2 對吧 兩個Penis Holder 那麼就是2 然後呢 就是x i 減去所有的均值 當然 我們這裡最好用xi 因為我們用xr 因為我們只對這個 Penis Holder y而言 而y 我們可以表示 是第二個Penis Holder 如果我們 就用x這樣的話 有場地昏弦 因為這個是 表示全局的均值 這個指標是Penis Holder y 它的均值 也就是這個就是整體性 整體性 一般性 它們的結合 好 再減去v除以n 你看 我們就不用這塊 這塊因為我用上面的v 已經酸出來了 v除以n n的話就是4連 那麼就會等於 這就是2-1 那麼就是1 然後呢 也是1出1 然後裡面就是 這個 對Penis Holder的1而言 它的均值是720 然後再減去 全局的均值695 的平方 再加上 困收的2也670 減去全局的均值 好 然後減去v 是這麼一個數字 除以4 最後等於381.25 那麼有了v跟a的估計之後 就好辦了 你看 所以說k 我們帶到這裡 帶到這裡面來 k 就會等於 v的估計 除以a的估計 那麼就是 3475除以38 1.25 就會等於 9.1148 好 那麼z的估計 v就會等於n 除以n加k 那麼就等於4 除以4加3 9.1148 就會等於 0.305 那麼最後 最後 最後這個 premium credibility premium 就是我們這裡的這個公司 這個公司 那麼就是z乘以xr的均值再加上 1-z 1-z 乘以mu的估計 那麼就會等於0.305 再乘以 他的均值 我們這裡已經講了等於670 分別抽的2的均值 的數據的均值 再加上1-去 這個z 然後再乘以mu mu的估計 mu的估計就是所有的均值 所有數據的均值等於695 最後算出來等於687.4 這個就是最後的答案 就是說 啊 用 lunparametric empirical estimation 對 pointishholder y 估計其 bomancredibility premium 就會等於這麼一個數字 在一起 發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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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